今天我们来到通营乡校 它位于青山南道通营市光刀面竹林里945号 1983年8月6日被指定为青生南道友情文化遗产第218号 通营乡校是地方成立的国立教育机构 教授辱学并祭祀圣贤 通营乡校是朝鲜高中光五年建成的 通营乡校前面是乳生修学的空间明龙堂和日常生活的空间 东斋西斋 后面是供奉孔子其弟子供奉韩国众圣贤牌位的 并举行祭祀和达成殿和动物西屋 这是将教育空间放在前面 祭礼空间放在后面的前学后面的空间布局 乡校是建筑一般为南北围轴线的布局 而通营乡校以东西为轴线便于流亡大海 这一点很特别 红建门和正门比较近 也是朝鲜半岛南端岛上的乡校管理得非常好 每年有春秋两届的试点打击和每月初一和十五分箱活动 请订阅您的试�赞 loop! 请订阅您的试图